一个失了宠的后妃 竟敢妄言说要挨家的命 失宠妃子为了给母亲报仇 故意将太后约到了御花园喝茶 趁她不注意 将一滴神秘液体 用手指弹到了太后的手背上 随后从木桶中放出了毒风 手上突然的刺痛 让太后直接从位置上蹦了起来 你给我下的是什么毒 你给我母后下什么毒 我就给你下的什么毒 察觉是自己曾经研制的念奴交 太后转身就想回寝宫拿解药 谁知傅雅却让她不必忙活 自己已经改良升级 若是服下之前的解药 反而会加速运转 这下太后直接傻眼 而傅雅之所以要下死手 就是因为在一个月前 太后为了笼络权力 故意在傅雅的母亲马氏面前挑拨离箭 称是皇上怀疑傅雅的清白 才命车夫害死了她肚中的孩子 是她杀了傅雅的孩子 这不可能啊 一想到女儿失去孩子痛苦的日子 马氏当即要去找皇上理论 丝毫没注意到太后得逞的笑容 这边马氏劈头盖脸数落了皇上一番 傅雅为了让她登上皇位 付出了这么多代价 不料到头来 皇上竟连一个孩子都容不得 此刻皇上一脸懵 急忙解释这其中定有什么误会 一旁的杜云未给姐姐讨归公道 当即出言顶撞 这成功惹怒了皇上 掐着杜云的脖子让她放尊重鞋 这可吓坏了马氏 在一旁苦口婆心的劝甲 眼看场面乱成了一团 太后立刻察觉机会来了 一场闹剧结束了马氏的生命 而傅雅刚好目睹了这一切 看到高楼上的皇上 傅雅不可置信地跑上前去 任凭她如何呼喊都无济于事 一想到皇上刚才对自己动得杀心 杜云立马告状 云珠闻言想要解释 却不知道如何开口 这下傅雅彻底误会了皇上 而罪魁祸首太后 再看了一眼后便离开了此地 随后傅雅独自坐在寝宫发呆 回想起自己母亲陪伴的日子 傅雅顿时心如刀割 对皇宫也充满了绝望 一气之下打算离开这里 紧接着傅雅带着云珠和弟弟 从隧道出走 不料就在半路上 反贼陈王突然行刺 云珠见状急忙冲上前 为救傅雅中了一箭 知道自己今日要命丧于此 云珠便说出了她母后死的真相 云珠说完请求傅雅原谅自己 太后曾对自己有恩 她这才一直隐瞒 如今害得傅雅冤枉了皇上 还要离开皇宫 实在是心中愧疚 事情真相大白 傅雅当即决定不再计较 自己定会发挥医术治好她 可云珠却觉得没脸 在待在傅雅的身边 竟然用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为了给母亲报仇 傅雅重回后宫 并成功研制了 要人性命的终极念奴交 随后将太后约在了后花园 如果你愿意出家 洗去一身罪雨 或许我可以留你一密 察觉傅雅知道了一切 太后有恃无恐 如今傅雅与皇上渐行渐远 早就是失了宠的妃子 还不如尽早出家当的妮姑 也好过在皇宫行单影之 反派死于话多 直到太后察觉身体的不适 她才发觉自己中了傅雅的圈套 等回到寝宫 太后就觉得身体愈发虚弱 但她还是强忍伤痛 为自己装扮了一番 将军寒鸣见状当即劝说她离开这里 皇宫只有数不尽的杀戮和斗争 还不如回到故居过安宁的生活 可太后又哪里能放下手上的权利 她已经习惯了跟人斗争 若是离开了这里 她会觉得没了乐趣 只要宫里有女人 那斗争就不会停止 日子还长正 我倒要看看 谁还敢跟我斗 韩明闻言失望不已 这些都是太后笼络权利的借口 她早就被权利欲望冲昏了头脑 不愿再为虎作伤 韩明当即卸下身上的兵权 若是太后有回心转意的那天 自己定会一直在故居等她 看着韩明离开的背影 太后万念俱灰 一时不知道自己的坚持到底值不值得 而她的身体也到了强弩之末 最终在寝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这边傅雅和皇上终于和好 这让庆飞十分嫉妒 故意拿来了一锅加了料的汤圆 不料傅雅还没吃就觉得一阵恶心 怀疑对方怀了二胎 庆飞气得端起汤圆吃了一口 不过片刻 她就觉得肚子巨疼 是汤圆 那傅雅 你好狠啊 看出庆飞真的有些不舒服 傅雅就想上前为她诊脉 谁知却被对方反咬一口 说自己没安好心 看着庆飞夸张的演技 傅雅皱紧了眉头 无奈之下 皇上只能下令传来太医 果然查出庆飞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 所有的矛头全都指向傅雅 皇上也有所动摇 庆飞更是逮到机会 表示傅雅早就看自己不顺眼了 这才故意陷害 听到一旁皇上的指责 傅雅失望不已 头也不回离开了寝宫 事后皇上再次找到傅雅 一想到对方不信任自己的事情 傅雅就想挣脱开 皇上见状立刻解释 她当然相信傅雅的清白 但若是当众袒护定会招人嫉妒 说清了误会 傅雅这才有了好脸色 皇上也劝为傅雅不要再研究药材 后宫计谋防不胜防 她不想让这些药材 成为栽赃傅雅的工具 亲者自亲 就让他们栽赃我好了 傅雅说完继续解释 她从小就对药材胆兴趣 只希望皇上不要剥夺她唯一的爱好 看着傅雅坚定的眼神 皇上只好妥协下来 接下来后宫还有哪些故事发生 关注八两下集更精彩